一大清早活动中心外头就排了满满人潮 抢着接种流感疫苗 门口更贴上公告 65岁以上民众才能打疫苗 中央政策急转弯 反而激起民众恐慌 再掀起一波强打潮 让公费流感疫苗施打 简直成了史上最混乱 会不会觉得中央的政策变来变去的 当然是 很好笑 对 年龄那个变来变去 怕他们的分量不够 民众满满的怨气 就是因为疫情爆发至今 从口罩到疫苗都要排队抢 虽说卫福部长陈时中已经道歉灭火 但中央应该可以预估的情况 却错估情势 连一届也很难力挺 最重要还是要想清楚 到底我们要把我们的疫苗接种率 定在什么地方 那即使有一两年 达不到这个目标 也不要说就是浪费了 然后官员就有责任 而且不敢买太多 这样也是不行的 甚至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 更点明这次疫苗乱象 为福部预防接种组召集人 李炳颖医师要负最大责任 因为只想打得快 好拍陈时中马屁 除了工费疫苗接种抢三天 自费疫苗施打量也暴增 像台大医院等六大医学中心 自费疫苗库存都耗掉一半 甚至内湖三军总医院 更全部打完暂停预约 不管是工费还是自费都大缺货 政府却束手无策 大家都说前面有所谓的防疫的神话 但是现在民间也有一句话 叫做现在变成是疫苗的笑话了 受到新冠疫情夹杀 流感疫苗标出超高接种数 但配套措施不足 没有超前部署 轻忽大意的心态 让民怨也跟着冲高 欢迎新闻 林文旭张家宝陈丽婷 台北部署